超級喜歡這一套 這套我覺得就是那種 你走在法國街道 法式的那種女生 出去外面用餐的時候 會穿的這種連身針織 開叉 一定要開叉 開叉洋裝 這一款包我也超級推薦給小姿女的 是我幾歲啊 二十五六歲那時候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剛好我就遇到了 陳田機場限定款 限定色 它很不一樣的是 一般台灣你買到的都是林格文 林格文就是很基本很經典的款式 可是我覺得這一款的三型文 更顯年輕的氣息 重點是這個綠色 獨一無二 我記得當天那個時候 我走進櫃上的時候 我就說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想要買一顆特別的包包 送給自己當生日禮物 然後呢貴姊就說 他們今天剛好是進貨日 進了一顆最新的限定款 就是它 而且其實它也很能裝 大家是不是覺得我講廢包好像都 它真的很能裝 它裡面呢 有四格的卡夾 你可以一格放身分證啊 然後呢健包卡 一格放錢包 其他就是放卡片 基本上帶個三張卡出門是沒問題的 手機是放不下啦 這一顆我覺得綠色啊 就很適合跟這種 圓形帶點復古的 然後呢卡其色鏡框的這個墨鏡做搭配 就會有一種我走在 法國的街道上 陽光好刺眼 這邊的藤蔓 這棵葡萄樹 其實我覺得小香的墨鏡也是 蠻推薦給大家值得入手 因為如果你純 你買到純墨鏡大概也是一萬出頭而已 然後也可以用非常非常久 它很保值 然後櫃上也都有做保固啊這一種 那如果呢你有更多的預算 你也可以搭配一下這個眼鏡鏈的 因為它的眼鏡鏈就跟 剛剛我分享的那個斷帶 有異曲同工之妙 它有很多很多的用法 所以這樣子 蛤 蛤 我怎麼把金瓶弄那麼搞笑 它就是可以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當做上半身的造型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時髦的配件 像現在疫情期間我們可以當口罩鏈 你也可以把兩個這個 扣環這樣扣起來 有沒有 扣起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項鍊 也是蠻時髦蠻好看的 像這幾年不是很流行緊鏈嗎 像這樣扣好了呢 也瞬間你就是 立馬獲得一條獨一五二的香奈兒香鏈 是不是一條單品有很多種搭法呢 它還可以變妖鏈喔 好有機會再示範給大家看啦 然後呢接下來是這一個 他們家的耳環 我覺得也出的蠻不一樣 一般呢大家常見的是那種大型 logo的單顆的款式 可是其實像他們這幾年 就是做了很多比較個性的款式 它是做這種鏤空的這個刻紋 然後它是做半月型的 所以在穿搭上面 是屬於比較個性的風格 你就可以跟這種 比較lady一點的 針織洋裝做一個搭配 讓你整體呢 是可甜可言 還有一點辣的感覺 一部分 我都會做一個不一樣的 就算了 就算了 要怎麼做你 她们現在都買了 今天就像手指一樣 有毛 bob的製作 用手指來裝作 用手指來裝作